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從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森,彈球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她是我一個沒見了25年的一位男子,我跟她的確是同一個母親所生,是同一個母親所生。 在童年,她對我的行為,形成了非常大的傷害和樂人。 由七歲開始一直弱打我,曾經用腳踢我的下體,令我休克了超過十分鐘。 當時我的亡母和我另一個家人都在場。 她曾經半夜叫醒我,趁我起床,我那時都是七八九歲。 她脫光了我的衣服,剩下了一條內褲。 用我爸爸殘舊的皮帶綁起雙手,吊起我。 再用雞毛掃打到我周身藤條冷。 她也曾經在搖架床,把我踏在地上。 我左手曾經骨折過。 最嚴重的是,在我小學六年級到中二的時間,她多次非禮我。 包括在家拍打我正在發育的胸部。 撫摸我的後頸和我的背部。 曾經拉扯我的胸圍。 我曾經哭訴過和母親說過。 但是媽媽拉著我一邊,買了一支雪條跟我說。 叫我不准告訴爸爸。 因為她說了家就會散。 我想跟大家正式說一件事。 我現在在這裏說,我要正式脫離和這兩個人的任何關係。 更嚴重的次數,我可以說是超過十次。 我一定會如實處理。 每一個傷害我的人,等於佔中三子, 所有人都要賺錢。 全部人都要賺錢。 我要拿回我的公義。 一個人太多仇恨,很痛苦。 那就賺錢。 首先,大家這樣說。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對阿里斯妍的看法, 抹殺被人的可能性。 還有親生阿哥。 首先,我們先說阿里斯妍。 這次始終是影片來的。 不同的照片,又可以這樣。 又可以這樣。 喂! 她的鼻子做甚麼? 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她的鼻子。 是呀! 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是呀! 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是呀! 所以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她的鼻子真的太多了。 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她的鼻子真是豬膽尊情很容易認識。 他還說踢對下體踢到休克 這個關係是重要的 踢下體踢到休克是困難的 踢到頭休克就困難 當然也不是說沒可能 因為劇痛之下 人們會過渡劇痛 就會暈倒 令自己不用感受那種極度的痛楚 但是他哥哥也有出來回應 都是五十多歲似乎是幾年 你說如果是幾歲 哥哥也是十歲八歲或十一二歲 有沒有那麼好腳球料踢到下體 就是了 難道踢到陰暈 盡要家人知道了 就算報警也應該會分開你們 我要這樣說 任何MeToo這些事情 就真的要盡了報警 當然你才說 因為被MeToo感染了 沒有被這個動作 即是跟告斯朗那條女一樣 是的 他表達MeToo都成年了 年多兩年了 年多兩年了 你現在才感染 剛剛上個禮拜日 而且MeToo是甚麼 是美國人 是愛國的壞事 你竟然這麼愛國愛中國的人 你竟然用MeToo用美國佬的方法 那些都算了 但最重要是 有些人說是否被聯署告 要轉移視線 因為現在人家和他哥和他嫂子 現在告他欠錢 沒錯 最重點是為甚麼 其實原來前天 即是上星期五 應該說 就上庭 門口就是那班 即是他以前的舊拍檔 你可不可以說他賺錢 賺錢 後來那班舊拍檔 那時很多 那時很多 到現在 那班人聽見 哇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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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想說你自己出來同仇敵棄 那為甚麼他老婆現在才說 會出來告他 可能他老婆是不知道的 沒有必要跟他老婆說 我就是老妹 但現在老婆 哇 你妹妹 屌你老母 於是準備入品去追究他的錢 那他當然要屌你老母出招 結果出這一招 但也有點破 好啦 首先 李詩嫣的大佬也有幾個澄清 我又不知道 他報紙沒有報到他的名字 真的挺有新聞道德 即是李詩嫣說李詩嫣是大佬還大佬 他說 自己和李詩嫣是同父同母 同父同母 並不是同父異母 如果是同父同母和同父異母 這些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會記錯 那為何你才會說 那個是同父異母 即是人家這樣說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要說謊 是不是都要找些東西 扭一扭 不知為何他就是要說謊 是的 我不是方便說 其實我不是說這個阿哥 我不是說這個阿哥 我不是說那個是同母異父 那個阿哥 whatever 他就說 可能有人惹官非 想顧忌從屍博同情 他就說八十年代 李卿就說他買了一個單位 然後那時候有錢 然後他的妹妹就說救命要六十幾萬 他就給了一個妹妹 難道不給嗎 是的 結果到現在八十年代到現在 一元都未收過 如果八十年代到六十幾萬 買一層樓 可能現在是那千幾二千萬 不過我這樣想 如果一個阿哥 我不管你同母異父 還是同母同父 小時候經常這樣虐打 你非禮 你踢你的欺 踢到你幽黑 踢到你臭欺 幽黑的時候 你長大了 買樓還要找你阿哥幫忙 或者任何事 還要找你阿哥幫忙 是的 這樣很簡單 李卿族說 他一直都沒有現身追責 因為他覺得 始終是兩兄母 他都做人留有餘地 但是最近正義聯盟 其他成員就向他表示 有人一直以不同藉口 借錢入吾环 包括哥哥曾經強姦我的藉口 去博同情 所以他聽起來 上個星期終於要現身 要撕破他假面具 原來是假的 李卿就說自己是做教書的 他都不滿李先生的言行 所以很長時間就沒有見他面 他說很長我改了名字 否則學生知道我的身份 會怎樣 不知道只有藍少華 有什麼行 追回時間 不說那麼長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這是不是生氣的 程度 的 真是很激烈人心 在看的就是欧洲国家联赛 就是一个新赛事 第四组就是最帮助的那一群 其中是哪一组 D组是赛事 直布罗陀主场就对着亚美尼亚 其实老实说都是海军斗水兵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 因为他们终于赢1比0 就击败亚美尼亚 但是也是直布罗陀在国际赛事上 正式赛事里的第一场胜利 之前赢过两场都是友谊赛 如果不是今年新加的欧洲国家联赛 可能这一场也是坑作友谊赛 他们也未必是正式比赛 第一次赢球赛事场面 其实是亚美尼亚佔尽优势 因为亚美尼亚有35次射门 直布罗陀只有一次射门 就是这个12万 结果进入了 1比0 足球世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直布罗陀有多差就不用说了 跟那些什么姓马里洛都差不多了 还比人家 还比人家 8比0 7比0 1比8 那些 直布罗陀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 我们比你万步都不下一次说过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其实历史也不复杂的 但最主要最有趣的就是明明他在地中海口 其实应该叫做黏着西班牙 直接是 直接是 直接黏着西班牙 也是被西班牙统治过 我不肯记得了 应该是大约10 我想都是大航海时代 之前有些不同的人 在伊斯兰人住在那里 西班牙 葡萄牙那时的海军很厉害 又黏着旁边 西班牙 真真正正是签了 签了 就是比英格兰的 比英国 但是到后来 本世纪 其实不同的西班牙政府 都经常说不承认条约 别打了 就是 那些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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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很明明 在上世纪 都曾经给了直布罗陀公投 那些是民主国家文明 结果呢 其实我没记错 应该有两次公投 好像是准备第三次 还是去年又再做过 我不记得了 第一次公投是 不知百多票 那时有万多人 直布罗陀公投 百多票对万多票 后来就不知三百多票 对三万多票 二万多票 即是很懸殊 直布罗陀公投 到今时今日 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些女士长很正 都说 他们是Bittish 但其实他们说话 是说西班牙话 真是很奇怪 直布罗陀公投到现在 三万多人 有个山叫獅子山 我记得 线路 直布罗陀公投 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国家 你说整队球队出来 即是和冰岛 冰岛也有三十多万人 你说那些会是什么人呢 如果冰岛也可能有教师 有导演要出来做国家队 直布罗陀公投有没有职业球员 直布罗陀公投 什么图夫 什么都会有 是 走出来 在几十战不胜之后 终于击败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你不要理他 怎样也好 至少是MK恩 即是阿仙奴的MK恩 国际一线尾的球员 效力 照计来说 一条狗都扭死你 玩死你 结果一人一比零 就真的很开心 等于香港 是零比零 守和芝拿 希望拖他下水 其实就算是出局了 一样这么开心 不过后来拖不了他下水 不过去到十强 都没有本事 当然 足球真是很过瘾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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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讲一些国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